本拉登,一个困扰了美国整整十年的名字 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 美国始终都在追查着本拉登 而对本拉登的追捕也跨越了整整两代人 从小不识到奥巴马 没有一个美国政客不希望真的抓住本拉登 而在这其中 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无数的代价 甚至是人命 然而,随着CIA距离本拉登越来越近 白宫的忧虑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其实早在美军正式行动的八个月前 CIA就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本拉登藏身点的具体信息了 然而,最终的决定人奥巴马 却在是否行动的问题上 纠结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才导致奥巴马纠结这么久 其实对于猎杀本拉登的行动 很多参与了计划制定的当事人 在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 只会提到两个字 那就是后怕 事实上 在行动开始之前 CIA始终都没有掌握 本拉登的确就在藏身处的窃室证据 美方仅仅只是知道 种种迹象都显示 本拉登就藏在巴基斯坦的 北部山区附近的阿伯塔巴德小镇 然而 美国人并不清楚 这些迹象究竟是 CIA凭借自己的真本是找到的 还是基地组织故意留给美国人的陷阱 毕竟类似的事情 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发生 约旦医生的教训就已经足够深刻了 而在阿伯塔巴德 虽然CIA已经监视了此处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但是本拉登却始终都没有出过门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拉登就在这里 而最直接的证据 也仅仅只是本拉登的其中一位正在怀孕的妻子 曾经从藏身处出门前往医院 如果美国人的行动没有成功 如果本拉登不在阿伯塔巴德 如果本拉登没有死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 无疑将会是一场公关危机 当时CIA的公共事务部主任利特尔 为此专门准备了66页的行动后公关文件 其中33页是为成功后所准备的 另外33页则是为失败后所准备的 而对于奥巴马而言 行动前的等待同样是无比煎熬的 奥巴马希望猎杀本拉登能够帮助他挽回自己的支持率 以便其能够在之后的大选中战胜罗姆尼以得到连任 事实上当时的奥巴马已经是举步为奸 奥巴马本身就是伴随着危机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在他上台的同一年 美国就爆发了2008年次贷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21世纪以来 影响最为广阔 造成后果最为恶劣的一次金融危机 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表现相对乏力 不仅纽约股市全线大跌 甚至美国领取失业救济的总人数 都达到了惊人的370万人 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也使得奥巴马在上台的第一年 便饱受攻击与争议 同时 奥巴马还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 其肤色本身就为他带来了不小的争议性 对于美国保守派以及南方州选民们来说 奥巴马的上台就等于对美利坚的侮辱 所以说 当时的情况对于奥巴马而言 可谓是群狼还死 如果没有助力的话 那么奥巴马在后续的选战中失败 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 因此 奥巴马其实别无选择 1991年 老布什总统就曾经靠着成功地指挥了沙漠风暴行动 击败了萨达姆 将自己的支持率拉升到了惊人的90% 虽然本拉登比不上大腕萨达姆 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 对于此事的奥巴马而言 本拉登其实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然而 如果奥巴马的行动失败 那么后果同样将会不堪设想 作为当时的恐怖大亨 奥巴马不能指望 本拉登是一个仁慈大方的人 如果让本拉登活下来 那么等待着美国的 必然将会是本拉登的疯狂报复 而当时的美国 的确并不安全 在本拉登控制基地组织的后期 基地组织已经开始逐渐地向着美国本土化的方向所转变 曾经在美国本土被抓获的一名基地组织头目 就是一名拥有美国绿卡 整整15年的美国通 而在美国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当年美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两名凶手 就是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达基斯坦人 而达基斯坦则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 这同样也表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 正在逐渐地向着背景复杂化所转变 这也使得美国本土的FBI 越来越难以发现谁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 这些恐怖分子 平日里潜伏在美国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们就和普通移民别无二致 然而 在得到了基地组织的命令后 他们便会和不畏死的发动自杀式袭击 而当时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的行动 对基地组织的老巢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这也使得基地组织就像是癌细胞一样 不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基地组织也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性组织 而是一系列恐怖集团 基地内幕 一书的作者罗汉·古纳拉特纳就表示 基地组织从来都不是一个 会一次性买其所有东西的恐怖超市 相反 基地组织的追随者 在这里领取行动资金以及武器 并且接受训练与指令 这里反倒是更像一个连锁快餐品牌 基地组织允许各地的恐怖组织 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 并且不介意他们为自己打上基地组织的标签 就像是允许他们在这里获取快餐店的特许经营权一样 而基地组织 也的确越来越倾向于小组式的自主行动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的维稳成本 也在惩止数级的上升 如果猎杀本拉登失败 那么这无疑将会成为一场噩梦 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间 美国为了抓捕本拉登 向沙特以及巴基斯坦 提供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专项反恐资金 为了消灭本拉登 美国组建了国土安全部 该部门每年需要消耗500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抓捕本拉登 以及对付基地组织 同时 美国因为911而占领了阿富汗 在这里 美国同样每年都消耗着大量的资金 对于此时经济压力极大的美国而言 如果猎杀本拉登的计划失败 不仅意味着国内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化 同样也意味着这些反恐投入的大幅度激增 此时的美国没有钱 当时美国44%的民众认为 美国的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如果反恐投入继续上升 恐怕就是44%的选民认为 奥巴马应当被弹劾了 如果奥巴马想要体面地退场 那么他最好能够成功 当时奥巴马以及策划行动的所有人 几乎都对行动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保密 当时行动的知情人 仅仅只是被局限于奥巴马本人 以及白宫高层和CI高层 作为军方最高层的国防部长 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还有包括司法部长 以及财政部长在内的高官 全部不知情 甚至就连FBI的局长同样如此 而在计划被制定后 奥巴马甚至还需要照常 按照白宫日程表安排自己的活动 照常打高尔夫球 照常接待选民 照常与各国政要合影 当时的奥巴马 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让他最为焦虑的一点 则是即便猎杀计划能够成功 那么这场奥巴马的支持率胜利 也注定将会同时作为美利坚外交的大失败 因为猎杀本拉登的行动计划本身 就是一场黑色行动 就是一场对于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 这也是奥巴马最大的顾虑 按道理说 此时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在反恐上 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 理论上来说 美国与巴基斯坦是盟友 但是美国猎杀本拉登的计划 却必须完全对巴基斯坦隐瞒 因为如果巴基斯坦方面知道了行动的具体情况 也就意味着本拉登知道了 甚至奥巴马都不能够让巴基斯坦人知道 美国有这方面的线索 他必须让巴基斯坦认为 他们仍然还在苦苦寻找本拉登 而奥巴马心里清楚 美国即便向巴基斯坦求助 巴基斯坦方面也绝对不会配合 因为本拉登所藏身的阿博塔巴德 实在是太过于敏感了 这里距离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仅仅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 非常靠近巴基斯坦的核心地区 这个位置本身就非常的微妙 或许巴基斯坦人本来就是知情的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瞒着美国人 也许是因为巴基斯坦想要依靠本拉登来制衡美国人 也许巴基斯坦想要依靠基地组织来从美国手中换取更多的援助 可能性有很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本拉登的藏身位置被曝光 那么巴基斯坦必然将会被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么巴基斯坦方面会不会为了避免舆论危机 抢先惊动本拉登或者干脆帮助其逃跑 奥巴马不敢赌 但是如果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展开黑色行动 那么在此之后 两国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以往的合作关系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这也是对于奥巴马来说最为难的一点 因为如果巴基斯坦方面在反恐问题上表现消极 那么基地组织势必做大 受苦的还是美国 因此即便本拉登被击毙 对于美国而言 多半还是捡了本拉登丢了基地组织 但是美国却是一个选票国家 与其现在头疼下一个任期才会发生的问题 倒不如首先解决有没有下一个任期的问题 抓住本拉登 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因为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此事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其实已经不少了 无论行动是否继续 迟早都必然会走漏风声 到那时 如果奥巴马政府在明知本拉登位置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行动 恐怕更是一个巨大的形象危机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小 国防部长盖茨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始终持有反对态度 他认为这次行动 不过是第二次伊朗人质救援行动罢了 副总统拜登同样持有反对态度 他担心行动后巴基斯坦方面的反应 但是奥巴马却表示 从我刚刚开始参选总统的时候 我就说过我要抓住本拉登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今天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正是因为奥巴马最终的一锤定音 行动得以正式展开 2011年5月1日 北京和莫斯科正在庆祝国际劳动节 伦敦正在准备明年的奥运会 巴黎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五一罢工游行 然而在华盛顿白宫的一个房间内 奥巴马 希拉里 拜登 以及布林肯和沙利文等人 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一块屏幕 屏幕的脉头是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 海豹六队正在执行着一个 代号海神之矛的秘密行动 而行动的目标 正是令奥巴马魂牵梦绕的本拉登 所幸最终的结局不算糟糕 本拉登被美军成功击毙 本拉登之死的确帮助奥巴马 赢得了第二年的大选 然而本拉登之死 却并没有让反恐一锤定音 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 也不出所料的变得微妙了起来 本拉登死了 可是美国却并没有变得更好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